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能够把这一张主要的考点搞清楚 它出多少分我们能够拿到这个才是关键 那对于这一张呢主要的考点给大家总结了四个 第一个呢是效用理论 第二个无差异曲线的概念和特征 第三个预算约束线 最后一个消费者均衡与需求曲线 这些考点你记住了多少啊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都在你的脑海当中消失了呀 那现在呢老师就要在强化班当中 来帮着大家找回已经失去的记忆啊 来我们往里边看啊 先来看效用理论 效用理论里边呢涉及到的是六个概念 而这六个概念呢都是什么 里边有什么样需要我们把握的点 一起来复习啊 首先第一个概念就是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在2019年的一套试卷当中 就考到了这个概念考核的非常的细致 你会发现机考之后的这些题目呢 就更加的细致了 就是他如果考一个概念的话 当然我们这整本书都侧重概念的考核啊 他考这一个概念 他都会把这个概念挖掘的特别的细致 就像去年考经济人假设 他把经济人假设教材上边的所有的描述 都囊括在他的题目当中了 所以真的很广泛考核的很细致啊 那关于经济人假设我们把握的核心就是 他是强调效用最大化 并且是理性的 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实现效用最大化 并且假设消费者都是理性的 也就是消费者希望以最小的付出 获得最大的回报 这个也是在选项当中会出现的啊 另外在现实当中 这是理论上边啊 是以这个消费者呢 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并且理性的为前提的 但是在现实当中 消费者是不是都是理性的呢 什么情况下都是理性的呢 肯定不是啊 现实当中消费者呢 他也会是非理性的 他也并不完全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他的这样的行为前提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有理论上有实践上 而理论上边呢 经济人假设是我们整个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基础 不管是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时候 还是分析生产者行为 或者是分析政治家行为的时候 都是要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前提条件的 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第一个概念啊 接下来第二个概念 在经济人假设里边强调了 效用最大化 那假设消费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 那什么叫做效用呢 所以第二个概念 我们就来说效用啊 效用就是人们的心理感觉 是一种主观的评价 它没有客观的标准 好 没有客观的标准 要清楚 那作为消费者的效用啊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成 就是我们的高兴劲啊 好 我们消费了一种商品 或者是接受了一种服务 我们高兴不高兴啊 我们的满足程度什么样子啊 那就可以用效用来具体的进行表示 而效用怎么来进行衡量消费者的 这个心理满足程度呢 又有两种基本的理论 这两种理论叫基数效用论和叙述效应论 所以第三个概念 基数效应论 第四个概念叙述效应论 那基数效应论是说 效用是可以用12345这些绝对数值来进行表示的 既然能够用绝对数值来表示 所以效用就是我们的高兴劲啊 是可以进行加总的 而叙述效应论呢 说人们的效用啊 消费了一种商品 到底满足程度是几个单位 这是没有办法去确定的 只能说消费者更喜欢什么 再喜欢什么啊 他这个是把这个效用能够进行排序的 只能进行排序 能够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这些相对数来具体进行表示 所以在叙述效应论下边 这个效用呢 就不可以进行加总 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它只是有一个顺序 那这些是不能够加总的 而能够用数值来表示效用的 它就可以进行加总 所以大家要知道 基数效应论下边 效用是可以加总的 而基数效应论既然能够加总 它就把效用分为了 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那总效用第五个概念 边际效用第六个概念 总效用呢 就是你消费了这么一堆的商品啊 或者接受了服务了 那每一个效用都可以用 一二三四五来具体进行表示啊 所以把这些一二三四五的数字呢 给它进行累加 这就叫做总效用 总效用呢 一般来说啊 消费量越大 总效用就越大 注意啊 这儿你看讲义啊 一般来说啊 这个是一般来说 它不是绝对的 所以要有一般来说 消费量越大 总效用就越大 那这个是总效用 而什么叫做边际效用呢 边际边际 指的是增量 指的是总的量的这个变化 总量的变化啊 那边际效用指的是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 所增加的总效用 所以它代表的是增加的总效用 那从数学意义上来说呢 边际效用啊 它是总效用的邪律 边际效用是总效用的邪律 这个了解一下这个结论 另外边际效用呢 有一个递减的规律 不是递增啊 是递减的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这个规律里边呢 我们主要把握的就是 它和总效用之间的这种关系 因为边际效用是总效用的增量 所以它可以描述总效用的这个变化情况啊 那到底边际效用和总效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就是说当边际效用增加的时候 或者说啊 我们就这样来理解吧 边际效用啊 那我们用大于零 等于零和小于零 就掌握它最关键的啊 那如果边际效用要是大于零的话 总效用呢 它就应该是增加的 因为增加一单位的消费 增加的效用是边际效用啊 当边际效用大于零的时候 边际效用是正数的时候 那总效用一定是在递增的啊 那当边际效用等于零呢 叫增加的总效用已经等于零了 那此时总效用就达到最大 边际效用等于零的时候 总效用达到最大 那当边际效用小于零的时候 总效用达到最大之后 边际效用小于零 那总效用就开始减少了 所以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大家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哈 就是边际效用和总效用 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可以通过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再强调一遍 如果边际效用大于零 总效用是递增的 边际效用 这是大于零的啊 边际效用等于零 总效用达到最大 边际效用小于零 那么总效用呢 就开始减少了 就这样的规律 好那这是基数效用论呢 它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时候呢 是用到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而叙述效用论呢 说效用不能够加总啊 那它到底用什么来分析 我们的行为呢 用两条线 而这两条线 就叫无差异曲线 和预算约束线 那显然作为基数效用论和叙述效用论啊 它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时候 所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重点在边际效用 一个呢是两条线啊 那二者也有相同点 他们的相同点就是 都分析我们的消费行为嘛 分析的结论基本是相同的 分析结论基本相同 那二者的不同点呢 就是实际上是有两点 第一个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所使用的工具是不同的 一个是用总效用边际效用 一个是用两条线啊 第二个呢 就是效用是否能够直接来衡量 能够直接衡量的 就说明效用是可以加总的 那是基数效用论 不能够进行直接衡量的 说明效用不能够进行加总 那是叙述效用论 好这样 差不多吧 应该能够回忆起来 我们所介绍的这六个概念吧 那这块的内容啊 基本上是年年都考 当然 绝绝都考呢 那可不一定啊 但是年年都考 总之不一定考你哪个概念啊 所以一定要掌握清楚了 好这样呢 关于效用理论这个考点呢 就给大家说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一章的第二个考点 就是无差异曲线的有关知识 那刚才你也知道了 无差异曲线呢 应该是哪种理论的分析工具呢 就是叙述效用论啊 所以在叙述效用论下边 分析我们想买的工具是无差异曲线 分析我们能买的工具是预算约束线 那消费者做出消费选择呢 不就得想买 并且能买嘛 那现在无差异曲线 你要知道 他所分析的是我们想买 而我们想买呢 主要是和偏好 和我们的偏好是有关系的 所以无差异曲线 主要描述的是消费者的偏好啊 这个要知道 那既然他描述的是消费者的偏好 他的形状呢 就是由消费者的偏好来决定的 他和我们支付能力 和我们的这个相应的 这个到底赚多少钱呀 就是我们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啊 还有和那个商品的价格都没有关系啊 他只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 但是在理论上研究啊 是需要有假设的 所以我们就讲了 消费者偏好的三假定 而这三假定的理解 是我们进一步理解 无差异曲线特征的关键啊 这个三假定是什么呢 就叫做第一完备性 第二可传递性 第三偏好于多而不是少 什么意思啊 完备性呢 就是说我面临两种消费选择 假如说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商品啊 那么纷繁复杂的 那我们只假设有这两种都给它浓缩 就变成两种A和B 我要么喜欢A 要么喜欢B 要么AB都喜欢 这就叫完备性所告诉你的 之所以有这个假设呢 目的就是保证消费者总可以把自己的偏好 准确的表达出来 这就是完备性基本的意思啊 你要理解它的意思 然后知道它的目的 第二个叫可传递性 可传递性呢 是说现在有三个消费组合 我喜欢A 是和喜欢B 是一样的 就是说 对A的偏好 等于对B的偏好 那对B的偏好呢 又等于对C的偏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 对A的偏好 等于对C的偏好 这就叫做可传递性啊 所以可传递性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可以保证消费者偏好的一致性 这是第二个假定 第三个假定呢 是偏好一多而不是少 那简单说就是多多一善呗 在其他方面啊 都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那只是数量不同 那消费者偏好数量 就更偏好数量较多的这种组合 数量越多 消费者就越偏好 这就叫做多多一善 好 现在记没记住 消费者的偏好的三个假定啊 完背景可传递性 多多一善啊 里边的意思也需要清楚 考试的时候是可以单纯的考出来 问你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定有哪些 或者单纯的去考你说 以下关于消费者偏好假定的表述 正确的错误的有哪些 就有可能涉及到 每一个假定的基本的含义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作用了啊 那理解了假定之后 下边我们再来说 关于无差异曲线啊 无差异曲线呢 你要知道他描述的是消费者的偏好 这个已经考过很多次了 我都不说具体的多少次了哈 n变了 已经考过n变了 那么就是问你 无差异曲线的形状 由谁来决定呢 是偏好啊 收入啊 价格呀等等啊 那肯定是由消费者的偏好来决定啊 另外还考过无差异曲线呢 它的位置形状 由什么来决定呢 消费者偏好 或者是消费者偏好 用什么样的线来进行描述 总之呢 这必须要记住哈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无差异曲线对应的是偏好 消费者的偏好啊 下边呢 我们再看无差异曲线 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三大特征 三个假定 三个特征 而这三个特征呢 需要掌握的是 是什么 还有每个特征 是怎么得出来的啊 首先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离远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 消费者的偏好程度就会越高 那基本的意思就是 离远点越远的话 比如说有SY吧 教材上边的例子就是 X1和X2啊 那无所谓啊 X和Y 那它所表示的就是两种商品吧 这两种商品呢 构成的数量组合 无差异曲线啊 它的形状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那么无差异曲线上边 每一个点 它所表示的是偏好程度是一样的 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是相同的 心理满足程度 高兴劲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条无差异曲线上 要为什么叫无差异曲线呢 就是在曲线上边 任何点 消费者的高兴劲都是相同的 效用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呢 在不同点上边 它们的这个数量组合 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一个特征呢 是说离远点越远的话 那代表的数量就越多呀 代表的数量越多 我就越喜欢呀 所以它是由多比少好 这个假定得出的一个结论啊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呢 是说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交 不能相交 为什么呢 那这个也是多次给大家说过哈 那比如说 X和Y 那现在有两条无差异曲线 那这两条无差异曲线 如果要相交了 哎 就是说不能相交 那我们怎么去证明它不能相交呢 这种假设 说它如果相交了会怎么样 那这叫反正法哈 哎 假设说相交了 比如说相交于A点的话 那么 在无差异曲线上边还有B和C啊 那现在呢 你完全可以知道 在同样的无差异曲线上边 偏好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A应该等于B A呢 也应该等于C 这样就应该推导出来 怎么推导的 根据什么推导的 根据可传递性哈 是可以推导出来 B应该等于C的 但是B等于C 那么比如说C在这吧 会更明显啊 反正它在哪 只要它是在一条无差异曲线上边 A肯定是等于C的啊 那么如果我们更明显的去看的话 那那显然B应该代表的数量更多 所以按照多比少好 B应该大于C 这样就推导出来 这不是矛盾的结论了吗 就说你要B等于C 要B大于C 那不可能又等于C 又大于C是吧 所以说明 事先的这个结论应该是错误的 这就叫反正法啊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相交了 那就得出矛盾的结论了 那当然就不能够相交呗 这个是依据可传递性哈 偏好的可传递性 辅置以多比少好的假定 得出来的不能相交 当然如果考单选问你 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交 这是依据什么样的假定得出来的呢 是偏好的可传递性 下边我们再看第三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呢 是说无差异曲线长啥模样 从左向右下倾斜 那显然是突向远点嘛 这是远点啊 突向远点 斜律是负的 斜律这个东西啊 就是也不用过多的去关注数学的知识啊 那那你一看横轴纵轴是反方向变化的 那这个斜律肯定就是负的啊 好 那这是形状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它是这个形状呢 也就是第三个特征 由什么得出来的呢 那是由商品编辑替代率 递减规律啊 由商品编辑替代率 递减规律决定的 不是编辑效用递减规律啊 编辑效用也有递减规律 但是这里边呢 叫商品编辑替代率 递减规律所决定的 那什么叫做商品编辑替代率呢 商品编辑替代率 那就是说 两种商品相互替换的 这种比率 在我们这个一条无差异曲线上边啊 那两种商品啊 X和Y 两种商品 数量的组合啊 如果它是在一条无差异曲线上边的话 那他们的偏好都是一样的啊 消费者对任何一个点的偏好 都是无差异的 但是呢 如果我由A点到B点 那说明X是多了 而Y呢 是少了 要想在一条无差异曲线上边 那想多一些X 多一些横轴的这种商品的话 就必须要放弃一定数量纵轴Y的这个商品啊 所以这就说你是要用一定数量的Y来换一定数量的X 是X和Y的替换的这种比率 那这就叫商品编辑替代率 但是他们替换的比率 一定不能脱离这条无差异曲线 所以前提条件 首先你看到这个概念就知道是两种商品相互换的比率 但是必须要知道前提条件是什么 前提条件就是效用水平不变 说到效用水平不变 那就是在一条无差异曲线上边 一条无差异曲线代表的是效用水平不变 所以两种商品相互替换的这种比率 就叫做商品编辑替代率啊 这个概念呢 以前也是考过的啊 商品编辑替代率是指在效用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某商品的时候 比如说增加一单位的X的时候 必须要放弃的另外一种商品Y的数量 这个就叫做商品编辑替代率 那老师要问大家啊 商品编辑替代率是正的还是负的 是正的还是负的 两种商品换怎么可能会出现负的呢 那就是说我得到一个X 我用负几个Y来换 这种放弃的Y的数量 最多你就放弃0嘛 你怎么可能还还会是负的呢 所以两种商品相互换的这种比率肯定是大于0的 商品编辑替代率一定是 那当然是大于等于0的啊 但是呢 如果如果他说 就是问你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是什么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是什么 那斜率呢 就得是负的了 斜率是负的 那斜率的绝对值就叫做商品编辑替代率 大家要知道 无差异曲线上边的点 斜率它肯定是负的 斜率的绝对值 那就是商品编辑替代率 也就是正的啊 然后我们要知道 它是有一个递减规律的 也就是说 随着比如横轴X这种商品的数量的不断的增加 那我们这个Y呢 是在不断的减少的 就是S多Y就必然是要少的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商品编辑替代率的递减规律 这样我们就把整个无差异曲线的基本特征呢 就说完了啊 一共有三个特征 叫越远 偏好程度越高 不能相交 还有它是什么形状 分别有什么得出来的 都需要大家掌握 那下边呢 我们来做一个题 把刚才的结论运用到这个题目当中 这个题呢 是一多选 说关于无差异曲线说法 正确的有 A 无差异曲线反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它和购买力一猫钱关系都没有啊 它只是和偏好有关系 所以A 是错的 B 无差异曲线是一条表示 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相同满足程度的 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曲线 考核的是无差异曲线基本的概念 在无差异曲线上边 那消费者的偏好程度 效用水平都是相同的啊 这个是正确的 C 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交 这个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能相交呢 那是依据偏好的可传逆性 得出不能相交这样的结论 D 商品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导致了无差异曲线从左上向右下 清洁左上右下 那这个是正确的啊 然后这个斜率呢应该是负的 这个突向远点 D呢是正确的 然后再看E 离远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 消费者偏好程度越高 越远代表数量越多 依据多比少好 所以越远偏好程度就越高 这个题呢 选正确的 那除了A是错的 B C D E都是正确的 好 那关于无差异曲线 这里边的一系列的考点 就带着大家回忆完了啊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预算约书线这个考点 关于预算约书线 所研究的就是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啊 所以消费者想买 也就是由无差异曲线来进行描述 而消费者能买 是要由预算约书线来具体的进行反应的 那下边我们来看 预算约书线长神模样 横轴呢是一种商品的数量 纵轴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数量 X1和X2啊 那么我现在如果有M这么多的收入啊 那用这个收入全部来买 横轴的X1商品 能够买多少数量呢 就可以用收入M除以P1 你知道X1这种商品的价格 你又知道自己的收入 所有的收入都花了 就来买X1 能买多少数量啊 这很简单是吧 所以就用M除以P1就可以了 手里就10块钱 要买一瓶水 一瓶水的价格是2块钱 你能买几瓶啊 那不就是10块钱除以2瓶吗 10块钱都用在买这个水上边了吗 所以能买5瓶啊 那么接下来 我全部的收入都用来买X2这种商品 比如说买面包 那就10块钱 然后一个面包5块钱 能买几个面包啊 我把10块钱全买了面包 能买两个面包吗 就这意思啊 所以我们可以用收入除以X2这种商品的价格 这样就得到相应的数量了 这样呢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端点 把这两个端点给它连接成一条线 这条线就叫做预算约束线 那显然预算约束线上边的点 就是在这条线上边的点 表示的是把全部的收入都用来购买 X1和X2这两种商品了啊 倾尽所有买了这两种商品数量的组合 这就是预算约束线的基本意思 当然在线以下 线以下这些点 线在预算约束线以内的这些点 表示的是买了这两种商品 并没有倾尽所有 并没有把所有的钱 所有的收入都花掉啊 那作为这条线以外的这个点呢 是说我想买啊 但是我没有那个支付能力 所以这条线呢实际上就使得我们 我们的偏好受到了约束了 就是说我们是想买很多 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就要在有限的支付能力下边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心理满足程度 那就是预算约束线想要告诉大家的啊 就是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但是你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量入为初的啊 那这个预算约束线的意思 那预算约束线你要知道它的斜率啊 斜率肯定是负的 因为两种商品是反方向变化的 那到底是什么呢 是两种价格的负比率 就是P1除以P2 但是必须得是负的啊 这是它的斜率 无差一曲线的斜率是这个负的 实际上也是商品编辑替代率 那个负的啊 负的表示 然后斜率的大小呢 注意预算约束线 这个斜率的大小表明在不改变总支出数量的前提下 两种商品相互替代的这种比率 你看也是两种商品相互替换的这种比率 但是这个前提条件并不是效用水平不同 一旦谈到效用水平不同 两种商品相互换的比率 那叫商品编辑替代率 那如果说不改变总支出 那就是说明我的预算是有限的 就是我的支出总量就是这么多 然后两种商品相互替换的这种比率 那就和预算有关系了 那是预算约束线斜率所要告诉你的事啊 所以斜率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斜率代表的意思是需要大家掌握的啊 要区分无差业曲线的和预算约束线的 它要区分关键在于什么 就是前提条件 好了啊 下边是影响预算约束线变动的因素 就两个歪 也就是两点决定一条直线啊 那影响这个两点的 那显然是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M和两种商品的价格 因此收入和价格是影响预算线的因素 而偏好影响的是无差异曲线 我们再说一下关于预算线的变动 预算线的变动呢 有两种 一个是平移 一个是旋转 到底是平移还是旋转 我们要看两个端点 是两个端点都动 还是预算线的一个端点动 如果是两个端点的动 我们这块就统统都叫做平移 如果是一个端点动的话 我们就叫旋转 咱们并没有说特别复杂的内容啊 所以大家主要是去判断 也就是它到底是平移还是旋转呢 通俗说 就是应对考试应该够了哈 就是两点如果都动的话 两点都动了 那就叫做平移 如果只是一个端点 一点动 那它就应该叫做旋转呢 好 那到底动是向右来动 还是向左来动啊 那取决于买的数量 是变大了 还是变小了 变大了就向右 变小了就向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平移哈 平移 平移的情况呢 像两个点都动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相对价格 这块是不动的 实际上就是斜率的绝对值是不动的 斜率表明哦 这个线啊 它的倾斜程度 你像预算约束线 那它的倾斜程度 如果不变 那一定是平移啊 所以相对价格不变 也就是这个斜率不变 那两个端点都变动了 预算线就会发生平移 而平移的情况啊 就是说 它出现两个点动的情况 可能是我们这个价格不动 收入变化了 收入变化 那每个端点都是M除以P啊 那你收入要动了 价格这块不动的话 那显然我们这个 两个端点都动 就会出现平移 还有情况呢 可能是价格都动了 价格都动了 但是呢 价格的这个比值 也就是相对价格并没有动 明白吗 相对价格没有动 不代表价格 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就没动 那很有可能呢 是同比例 同方向的动了 那价格都上涨了 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 百分之十 上涨了相同的幅度 或下降了相同的幅度 说明价格是在动的 但是呢 相对价格没动 所以它一定是平移 两种商品的价格都同比例 同方向的 这种变化的话 收入那块没动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属于平移的情况啊 那平移呢 到底是向左来平移 还是向右平移 取决于到底是买的多了 还是买的少了 买的多于少 数量的多于少 取决于M除以P的结果 那M除以P不就是购买的数量吗 如果M除以P变大了 变大你肯定能够判断了 比如说价格不动 收入那块多了 那一定是变大 说明你买的多 买的多呢 就会向右来平移啊 买的少就会向左来平移 变大向右 变小就向左来平移 这是平移的情况 好 接下来旋转呢 旋转就是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了 也就是说P1除以P2 它发生变动 它已经动了 这就是斜律动了 斜律动了 那这一条线的这个一个端点 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就会出现旋转啊 那么旋转这里边呢 指的就是一个点发生变化了 那比如说某种商品的价格动 其他条件都没有动 这个时候一定是旋转啊 所以旋转强调的是一个端点动啊 一个端点动 如果呢 变大的话 就是你买的数量变大了 那就向右来旋转 否则就向左来旋转 那比如说哈 比如说横轴是X 纵轴是Y这种商品啊 那么有一个预算线 这个A点 现在是X这种商品的价格变低了 其他情况都没有动 X商品价格便宜了 那当然买X就买的多了 然后A这个点 它就没发生变化呀 因为Y商品的价格没动 可支配收入什么的都没有动 只有X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 那显然A这个点就没动 X如果降价的话 你买X的数量就会更多 所以就会向右来旋转 否则如果X涨价呢 买的比原来少了 就会向左来旋转 就这样的意思啊 因此呢 你判断它 关键啊 我们教材是画了很多的图啊 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 你学这块内容的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看预算线两个端点 是两个点都动 还是一个点动 一个点动 那它就是旋转 如果是两个点都动了 那指的就是平移啊 好 那下边呢 我们来用一个题目 再把预算线这块的重点知识 复习一下 这个题呢 说下列关于预算线的表述 正确的有 哎 预算线的位置 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和商品的价格 那位置不就是两个端点吗 而两个端点 当然是买的数量 那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多少 取决于M和商品价格的高低啊 所以A是正确的 B 两种商品的价格以及收入都同比例 同方向的变化 预算线是不动的 预算线两个端点就是M除以P1 M除以P2 现在呢 是说价格 而且还是两种商品的 两种商品的价格和收入都同比例 同方向变化 比如说都同比例的增长了10% 那那显然我们这个端点哈 两个端点同样道理哈 两个端点都不动吗 两个端点不动 预算线就是不动的 C 其他情况不变 两种商品的价格同比例上升 会导致预算线左移 由于是两种商品的价格都同比例上升 邪律肯定没动 而且影响的是两个端点啊 所以端点两个端点都动了 应该是平移 向左还是向右 绝对买的多了还是买的少了 一看是涨价了 买的就少了 所以一定是左移 这个C呢是对的 再看D 其他情况不变 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 预算线向右来旋转 某种商品 或者他说任何一种商品 那都说的是一种商品 它发生了变化 一种商品的价格动 那涉及到的就是一个端点动 那一定是旋转 一定是旋转 接下来再看向右还是向左 就是你买的多了 还是买的少了 一看价格下降了 就买的更多 所以一定是向右来旋转 D正确 显然E就是错的呀 因为作为这个多选题 至少得有一个是错的啊 那E是错的 错在哪呢 说预算线的斜率啊 是两种商品价格的比率 错 两种商品价格的比率 那一定是正的 可是预算线的斜率 它得是负的 应该是两种商品价格的负比率 才是对的 那这样E就错了 这个题呢 就选择A B C D 实际上它的难度不大 主要是仔细 就是它给你出的题呢 很有可能涵盖的面特别的广 整个预算线里边的表述都考核到了 那么你就要仔细的去分析 考场上千万不能慌 要稳住自己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才能上去哈 原来学的这些知识 才能在考场上边 能够一下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 否则你越慌 本来会的也都就忘记了啊 然后作为预算线这里边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预算线可行几 应该是预算线上 以及预算线以内 就是你买得起的 你买得起的 你能够这个有支付能力的 那一定是预算线上 以及预算线以内的 买不起的当然不可行了 那是预算线以上的啊 好预算线的内容也说完了 下边呢我们再说一下 消费者均衡以及需求曲线 在这里边呢 首先消费者均衡啊 它有一个 这个消费者效应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就是说消费者想买 最终也能买了 它是在哪点上边来消费的呢 应该是受预算约束的情况下 实现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了 那这个直线呢 是一条预算约束线哈 那和直线相切 和直线相切 会有一条无差异曲线 相切的点 比如说是这个C点 这是A 这是B啊 比如相切的一点 有一个C点 那C点呢 在这一点上边来进行购买 买X和Y 这两种商品 就会实现消费者的 效用最大化 而且条件就是 在预算约束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消费者的 效用最大化 而这个点呢 在预算约束线上边 所以预算约束线 斜率的绝对值 是商品价格之笔 又在无差异曲线上边 无差异曲线 斜率 绝对值 某一点上边 斜率的绝对值 叫商品编辑替代率 那就是同样的一个点嘛 所以就得到这样的 相等的结论 也就是要想实现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应当使商品的编辑替代率 等于商品价格之笔 也就是使得预算约束线 是无差异曲线的切线 切点上边来消费 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啊 好 这个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 均衡条件 如果实现这样的 均衡条件的话 那预算约束线 应该是既定的 无差异曲线呢 是这种既定的 也就是说 应该是要有一个条件 叫三不变啊 而这三不变呢 指的是 消费者的偏好是不变的 价格 两种商品的价格不变 收入是不变的啊 那能够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那假如说 这三不变里边呢 如果我们假设 某一种商品的价格 要是发生变化 比如说 X这种商品的价格 要发生变化了 其他都不变的话 那就会导致预算线发生变动了 预算线呢 就会出现旋转 比如说 S商品的价格上涨了 那就会导致预算线就会向左来旋转 那相应的和这条预算线相切的 这个切点也会发生变化了哈 所以切点呢 比如说就变到这儿了 比如这是一个地点 那此时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就变成了地了 因为X这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 进而就导致了消费者 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发生变动 我们可以把这些 效用最大化的这种组合点 给它连接在一起 就形成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叫什么呢 就叫做价格消费曲线 所谓的价格消费曲线呢 表示的是消费者的偏好和收入不变的时候 与一种商品相联系的两种商品 不同价格下边的效用最大化的组合 实际它的基本意思呢 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一种商品价格动了 就会导致相应的两种商品的消费组合发生变化 这种组合点连接成的一条线 就叫做价格消费曲线 那这个组合点上边呢 就是一个最佳的消费组合 可以看出来两种商品 我们要进行消费选择的时候 就要在这个组合点 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上边来进行消费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种商品 比如说X这种商品 它的价格和它的最优数量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这样的关系呢 就是需求曲线呀 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结论知道啊 就是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呢 是通过这个价格消费曲线来推导的 那消费者在需求曲线上边消费 都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这个推导过程呢 是在经讲班当中有详细的讲解 串讲班啊 这个强化班呢 只是在强调一下结论就行了 结论是什么 你需要知道价格消费曲线是什么样的含义 就是先驾动再消费组合动 这样的线就叫做价格消费曲线 需求曲线是通过什么线推导出来的呢 通过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来的 所以需求曲线上边任何一个点的那个对应的数量都应该是一个最优的数量 都能够实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啊 这就是相应的结论 那既然需求曲线啊 推导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需求曲线呢 那遵循的就是价高量低价低量高 那这样的一个规律啊 所以需求曲线必然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然后大家就要再知道一下 那为什么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是反方向变化的呢 这种反方向变化最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你要知道是由两种效应来决定的 一种叫收入效应 一种叫替代效应 这里边呢 我们就是需要去知道两种效应叫什么 但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在研究什么 研究的是价格和需求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是反方向的价高了量就低了 所以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为什么价高量低价格和需求之间是反方向变化的呢 有两种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 那什么叫做收入效应呢 收入效应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啊 如果要是咱们就说下降吧 如果价格下降 那我的名义收入就是每个月赚多少钱 这个要是不不动的话 那就会因为价格的下降 导致我的实际收入是增加的 那因为我的实际收入增加 我对这个商品的需求呢 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而收入多买的也多的 我们把它叫正常品 这在第一章里边是知道的啊 这个就叫正常品 收入多了 那我买的也多 所以正常品的需求会因为收入多而需求增加 那我们第一章里边也讲过 收入多买的少的是什么品呢 是低档品 所以而低档品呢 会因为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买的少 所以会导致需求有所减少啊 那我们研究的是价格和需求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收入作为桥梁的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效应叫做收入效应啊 那显然呢 在收入效应下边 价格和正常品的需求之间 应该是反方向变化的 而价格和低档品 低档品需求之间呢 是同方向变化的 那这就是收入效应下边 价格和需求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取决于这商品的性质 它是正常品还是低档品 和正常品是反方向的 和低档品呢 是同方向的啊 这叫收入效应 接下来替代效应呢 是说实际收入不动了啊 因为我们这个商品 它是有替代品的 因为替代品的存在 就会导致这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 那这种商品的需求就会反方向的这种变化啊 所以它始终不管是正常品还是低档品 都是反方向变化的 那下边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就是收入效应下边 正常品应该是价格和需求之间是反方向的 如果是低档品是同方向的 替代效应始终都是反方向的 就是不管正常品还是低档品都有替代品 价格因为替代品的这种存在 价格和需求之间就是反方向的 那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呢 得到的是总效应啊 那总效应呢 它和价格应该是反方向的 正常品肯定是反方向 而低档品呢 也是反方向 那主要是因为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啊 它呢会比收入效应会更大啊 替代效应更大 也就是反方向的会更大啊 这样呢我们最终叠加在一起 得到的总效应呢 也是反方向的 那最终呢我们都可以得到 因为总效应啊 总效应就告诉我们了 价格和需求之间 不管是正常品还是低档品 都是反方向变化的 所以得到的需求曲线 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需求曲线正常品 右下方倾斜 那低档品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但是它们倾斜的程度不一样 作为这个正常品呢 它会更为平缓一些 为什么正常品会更为平缓呢 那比如说我们这块呢 是需求量 这块是价格 正常品会更为平坦 就是因为一旦价格发生变化的话 它的需求量会变动非常的多 需求量会变动很多 因为两种方向都是 就是两种效应都是反方向的 所以价格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话 它会导致需求量变化会更大 也就是横轴变动的会更长 这样呢 它就会趴着 这条线就会趴着 但是如果是低档品呢 同样价格 比如说油P0变为P1的话 但低档品它就需求量不会降那么多 需求量啊 不会增加那么多 因为它是两种效应相互抵消的 那这样呢 得到的这个低档品啊 它的需求曲线就会更陡峭一些 因为对需求的影响会小一些啊 那这样呢 谁更陡峭 谁更平坦 是需要大家清楚的 那下边呢 我们要用一个口诀来说啊 就非常的简单了 说老师我不懂 但是你在不懂的情况下 还可以拿分 这个拿分是关键呀 那这个口诀是什么来着呢 就是第一个口诀啊 叫低收入同方向 低收入同方向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低档品收入效应的话 价格和需求之间是同方向 你看同方向的只有低档品收入效应 是同方向的 除此之外 各种效应都是最终都是反方向啊 这叫特例 你要记特例 低档品收入效应 价格和需求是同方向的 接下来第二个口诀就是这个曲线啊 正常品和低档品的这个曲线 谁是更平坦 谁会更陡峭 这个内容相对难一些 那我们的口诀呢 叫做正常 正常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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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应该知道啥意思了吧 也就是正常商品呢 它会趴着 趴着 那就说明 它会更平坦一些 而低档品的需求曲线就立着 它就会更陡峭一些啊 这个过程和原因呢 如果说你前边的金奖班都没咋听的话 还特别纠结就想把这个知识弄赌 那你就要把金奖班的视频稍微再补一补 但我认为整个这一片的内容 就这两个口诀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低收入同方向 以及正常趴着 那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低档品 低档品价格和需求关系表述 正确的是 一看低档品出来了 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口诀 低收入同方向 找收入效应下边 价格和需求之间应该是同方向的 收入效应同方向 结果这收入效应和价格反方向 应该是错误的 替代效应和价格同方向 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是收入效应才是同方向啊 所以这样B和C就应该是错了 那A呢 是替代效应反方向 应该是对的 然后你再看一下E E说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下降 是不是反方向 反方向 也就是说 没有谈各种效应 那不就是总的效应吗 总的结果就是 低档品价格上升了 那需求就会下降 价格和需求之间反方向的 所以实际上E啊 它就是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它说的是一个总效应 最终的结果啊 价格和需求应该是反方向变化的 所以E肯定是对了 然后呢 D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 谁的效应更大 那应该是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是同方向的 替代效应是反方向的 那最后还是反方向的 那你说谁劲儿大 你当然就知道替代效应劲儿大啊 所以大家要记住 替代效应的劲儿更大 所以最终就朝着这个方向来走了 也就是反方向 最终的结果反方向 所以这个题呢 应该选择的是D和E 这个题是为了理解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口诀的内容的啊 然后如果是真正硬式的话 真正硬式的话啊 这个题选择A啊 ADE A也是反方向的 真正硬式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涉及到 相应的第二口诀 就是谁的需求曲线更平缓 谁更陡峭 也要清楚啊 那这第二个口诀就叫正常趴着 所以正常品应该更平缓 低档品应该会更陡峭 之所以它是平缓的 就是价格对需求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横着变得会更长 它就会趴着啊 好了 那这个题呢 是ADE了 这样关于整个第二章的这四大考点 就带着大家复习完毕了 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应该要知道 就是自己哪块还比较的薄弱 根据这个薄弱的点 你可以再补一补金奖班里边的视频啊 或者去翻看一下金奖班的讲义 总之这个讲义啊 应该要和金奖的讲义配合在一起 就是提炼出来一些点之后 还要有一些外延呢 但是它是串奖啊 所以就不可能给大家进行更多的外延啊 所以你自己再拿着金奖的讲义 配合着这个串奖的提示 你再把金奖讲义相当于又翻一遍啊 好了 那关于第二章的重点知识 就带着大家复习完毕了啊 大家可以再做一做相关的题目 进行一定的回忆和巩固 又不是故意的吗 当然 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朋友们都在用这种作品